我们看这个放眼望去 好多个这个墓碑 就插在这个田里面 你看这里面还有 吓我一跳 因为谁勾了我一下 刚才登了他种地 给他哑多鼓来 我都哼完 大家好 是王秋库 我现在在浦东的一个农村里面 好朋友们 我现在在浦东的一个农村 这边人非常少 然后在前面 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片墓地 你看这边旁边 很多村民还在种地 有好多片这个庄稼 这个种的应该是县菜吧 看有点紫色的 这个是罗酥 旁边还有一大片的玉米地 我们看一下 哇塞这玉米都快成熟了 上面还能看到这个麦穗 很有意思 然后靠着这条河的旁边 就来到了一块野生墓地 你看这旁边 还不知道烧过什么东西 我们看这个放眼望去 好多个这个墓碑 就插在这个田里面 然后这个旁边还种着地 保佑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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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边还有一个 大型的 还有一个大的 这旁边都是荒山老林 你看这里面还有 吓我一跳 因为谁勾了我一下 这旁边还有一个个小的 你看这边还有几个 前面就是道路的尽头了 这边还有啊 晚上过来的话 估计是有点还四四啊 我也只敢白天过来啊 找个村民阿姨问一下啊 阿姨啊 可是他出个墓碑啊 我看着墓碑 墓碑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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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拿墓碑的墓碑 嗯 嗯 那么这边把墓碑 就要采账票了 有啊 要采账票啊 嗯 刚才等了这种地 给它压到过来 我都喝了 啥啥 啥啥 啥啥啥 日备了锁吧 对 里备了锁 锁东西备了 嗯 嗯 想的阿姨啊 没想的 我们看一下 去这块墓碑 种菜的这个本地阿姨啊 本地野树还蛮多的 然后我们看到墓碑的不远处啊 这边还有一幢 独立的小房子 我们过去看一下 好 到了啊 就是这种很独立的房子 我们看到啊 离这个墓碑啊 可能只有十多米远 你看这栋房子 和旁边的村庄啊 是脱离的 这边只有它单独的一幢 也有人住着的 前面问了一下 本地阿姨啊 她说这个是 现在租给别人住的 啊 有点湿外桃园的感觉啊 你看它周边也都是地 都在采这个玉米 阿姨跟玉米索了吧 索了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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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 不能够吃个啥吃啊 索了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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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隔着好切了点啊 嗯 好吃 嗯 像在上海这种农村里面啊 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样一大片的这个坟地啊 也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喜欢秋裤的 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这位